我既不属于自己,也没有我自己,我将全身心奉献于爱主爱教,顾国立民的宏伟事业中了。 我也希望广大的藏传佛教,国佛高僧乃至全体僧名,学习习近平总书记, 我将无我,无父人民的伟大精神,全成佛佛,慈悲为恒,苦度众生的价值理念。 为更好推动上传佛的中国方向发展,为助了中华民族共同历史,为祖国尝证人民幸福,世界和平,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做出我们应有的奉献。